各位好,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伺服器建置與管理裡面的NAS NAS的主要作用是透過一台主機去管理許多主機上面的帳號 主要的情境是 假設你有許多主機 然後每一台主機處理的事情不太一樣 但是這使用者呢,假設在很多主機上面都有 需要去完成的部分 那最簡單的做法就是在 這些主機上面都各建一次帳號與密碼 可是我們知道這樣子做不太方便 因為每一台主機我們要用不同的 這個密碼 所以我們可能要有非常良好的記憶呢,才有辦法去分別記住這些帳號密碼 在哪一台主機上面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呢,所以在Linux裡面有一個叫NAS服務 那它的作用是提供這個使用者的帳號密碼跟加目錄的檔名管理這些 那所以你只要在NAS server上面建立帳號密碼就可以了 那你在別的主機上面只要有參與這個 NAS服務的管控的主機呢,都可以透過它來進行驗證 是不是為合法的使用者 好,那我們來介紹一下NAS服務呢,它所提供的基本資料有哪一些 那在 伺服器端 它的檔案名稱有 ETC Password 這我們知道在Linux底下專門在記錄帳號 使用者的帳號密碼 然後還有它哪一些群組 再來它有哪一些主機 以及它有哪一些服務 以及它所對應的POR 再來它使用的這個 通訊協定有哪一些 像比如說TCP、UDP跟ICMP這幾個 那還有一個就是 RPC遠端服務的這個 部分 那它有對應的程式 在ETC底下的RPC 再來呢,就是最重要的我們在 NAS服務底下 它所提供的資料庫 是在 VAR底下的YP 底下的YP Service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NAS它的基本運作流程 是怎麼樣 首先 你要先把RPC RUN起來 在前一次的影片裡面我們跟各位介紹 RPC那是一種遠端服務的這個界面 所以你要 這個NFS 你要透過RPC 那你要 NAS你要透過RPC 好,所以RPC呢 是在 NAS裡面 它也是必要的這個 程式 好,那NAS服務呢,它所提供的這個資料的傳輸跟讀寫呢 是以資料庫的檔案格式來做 而不是用傳統的存文字資料 所以它 相對的效能比較好一些 再來呢,使用網路通訊協定 讓 用戶端可以對主機來進行查詢 使用者的這個 帳號跟密碼 再來透過Remote procedure call 來達到 這個傾聽 是不是有需求出現 那單一一台的NAS服務呢 會有一些 問題 比如說 我現在十幾台 主機的帳號驗證都是透過這台 NAS服務 可是呢,如果這台掛了之後,這十幾台主機呢 大家都沒辦法 提供給使用者去使用 所以為了避免這樣的問題呢,在大型企業裡面 NAS服務呢 它會有很多台 那 最主要的那一台我們稱作為Master 其他的次要伺服器呢,就會叫做Slave 所以透過這個 主要伺服器跟次要伺服器彼此之間的互相支援跟備份呢 可以讓這個NAS的需求 在這個 網路環境裡面 可以維持他的穩定性跟 這個可用性 好,那NAS Server呢 他在運作的時候呢 NAS Server Master主要的這一台伺服器呢 他會把自身的這個帳號跟密碼還有相關的檔案製作成這個 資料庫檔案 好,那Master這一台呢,他可以主動告知其他的Slave主機 來進行更新 所以今天只要有 使用者新增帳號呢,他會新增在Master 好,那Master 每個一段時間呢,他就會主動告知其他的Slave說我現在的帳號密碼有更新 他就會去把它做 Sync,把資料做同步化 好,那或者是呢 這個NAS Slave 就是 資料伺服器呢,主動的去問這個Master 他裡面的資料庫 有沒有更新,如果有就抓回來 所以如果呢,有帳號密碼的異動 必須要重新製作Database,然後進行同步化 讓他資料是一致的 才不會造成說 明明我已經新增了一個帳號密碼,可是呢 怎麼會都沒辦法登入 這是 關乎到說 假設我在Master上建立呢,Slave 如果沒有即時更新 那他在Login的時候,他首先問到 這個Slave的主機回應,告訴他這個帳號密碼不存在 這樣就會造成一些 資料上的錯誤 明明已經見了,卻找不到他 所以呢,在 這個NAS Server的Master跟Slave之間的同步化 也是很重要的 好,當有加入這個NAS服務的這個Client端呢 他要登入的時候,他會查詢怎麼做呢 首先呢,他會問問看本機裡面的這個 ETC底下的Password跟ETC底下的 Shadow 這些檔案 這一組帳號密碼是不是存在 好,如果在本地端就有這組帳號 然後呢,對應到密碼的部分也有 好 那就直接進入系統,如果找不到的話 他才開始向整個NAS服務 的主機呢,進行廣播查詢 好,那因為他是有很多台主機在服務,包括Slave跟Master 所以呢,如果說 這個 有 主機,有這個Server,不管是Slave或Master 第一個收到查詢完的結果就會回傳回去 好,那回傳回去之後 那一端呢,只要收到第一個回傳的結果,他就把這個 任務完成了,不管這個帳號是否存在或不存在,他都會 得到一個結果,那他就會得到什麼 就 告訴你登入成功或失敗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在 NAS Server端要做哪一些設定以及 他所需要用到的軟體有哪一些 那所需要的軟體有 YP Tools 還有YP Bind 跟YP Server 然後還有 RPC Bind RPC Bind不用講,因為前面之前都介紹過了 那就是一個在後端執行的程式,專門在傾聽有沒有需求出現 好,那YP Tools呢,是NAS上面的一些查詢指令 那YP Bind呢,是Client端在連接的時候的一個重要的軟體 那YP Server呢,是Server端的軟體,專門啟用起來在傾聽 大家的需求 然後呢 從RPC接收到之後,交給 YP Server去做後續的動作 好,那NAS伺服器呢,的相關設定檔有這些 那一個是YP Server.config檔 好,那它是主要 Server的這個設定檔的部分 然後呢,可以去規範 NAS 用戶端是不是可以登入 的一個作用 好,再來是ETC底下的hosts 那這個呢,是用來 標註每一台主機的名稱 還有RMP 所需要的這個一些相關記錄 那再來就是 ETC底下的sysconfig 底下有個network的這個檔案 好,那你打開之後呢 你可以在裡面設定 NAS指定的網域名稱 還有一個就是 VAR底下的YP 底下有個 Mac file 它是用來建立資料庫用的 這是在 Server端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要安裝軟體就是 SUDODNF 然後呢,install YP tool YP tool 然後呢 YP SERV 然後呢 YP bind的這些軟體 安裝 那YP bind呢,之前已經安裝過了 所以你在清單上就看不到 那個軟體 所以他就是把它安裝好 好,那安裝好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Server端的一些 介紹 那 NAS服務的主要 主要服務呢,有這個 YP SERV 那它的路徑在 USR底下的SBIN 那它是 程式執行的主要部分 再來呢,是 USR底下的SBIN 底下的RPC YP YP ASS WDD 這個呢,是用來改密碼用的 因為你在 NAS CNITE端 登入 NAS Server的部分去驗證帳號密碼 好,可是你所有的操作都是在CNITE端上面執行 如果說你要去改NAS上面的密碼的話 你就要下這個指令 YP ASS WDD 的這個 指令呢,去做修改 好,那與帳號密碼資料庫相關的 那指令呢,包括這個YP INITIAL 好,那YP INITIAL呢,這個是你 建完這個使用者之後 然後呢,你這個 SERVER的相關資訊也設定好了 那你就要把它啟動起來,就是YP SERV YP INITIAL YP INITIAL-M 就可以 去 建立 -M的部分是去設定 你的主要的NAS主機是哪一台 OK 好,那另外一個呢 那是USR BIN底下的YPP ASSWD 我們剛才已經講過了 它是用來修改 在NAS SERVER上面 的帳號密碼 的密碼部分 好,那進一步呢,我們來看一下 NAS的網域名稱 大家在 做練習的時候 如果你是兩三位同學一起合作 務必呢,先討論出一個網域名字 網域名字 那透過這個網域名字呢 才可以知道在同一個網域底下 是誰當家 所以你要登入這個網域的時候 帳號密碼 就是要去問這個 網域底下的 主機 NAS主機 就是我們講的大當家 好,所以你要去 定義 DOMAIN NAME 這個網域的DOMAIN NAME 然後呢 透過它可以分辨不同的帳號密碼 所以你要在伺服器 還有CLINE端 都要 都要指定相同的 NS 領域 這邊要特別注意 CLINE跟SERVER都要設定同樣的 名字才可以 好,那你設定這個 NAS的DOMAIN NAME的時候呢 只要 直接編輯SysConfig底下的Network 就可以了 好,那做法呢 如底下所示啦 SUDO VIMETC底下的SysConfig底下的Network 打開之後呢 也許是空的 也許 也許是有資料 總之呢 如果上面沒有像我寫的這些參數 hostname等於 TripleW 這是主機的名字 TripleW.h304lab.hia.edu.tw 好,那另外兩個呢 是這個用來做 這個NAS服務的這個POR呢 把它固定在1011跟1012 OK 好,那我們定義一下NASDOMAIN NAME 因為NASDOMAIN,我們的領域呢是 H304lab.hia.edu.tw 就在這邊設定 設定好之後呢,存檔離開 好,所以呢,我們在不同的主機上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是SERVER SERVER 所以我就做剛剛的設定 然後呢,如果是CANINE端呢 我一樣去設定什麼 DOMAIN NAME DOMAIN NAME是 H304 lab.hia.edu.tw NASDOMAIN呢也是用一樣 在這邊我們的設計呢是設定成一樣 所以是H304lab.hia.edu.tw 同樣的在這個另外一台CANINE端呢,我們做同樣的設定 只是呢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我們這不同的CANINE端有不同的名字 除此之外呢,我們要去改一下YPSERVER裡面的config檔 那它的主要作用是定義哪一些地方可以連,哪一些不能連 所以你看 在我們這邊的設定是127.0.0.0 斜線255.255.255.0 這意思就是說,我只要是本地主機的相關回應的需求,我們都會回應它 好,那第二個呢是192.168.1.0的這整個網段 好,那這整個網段呢,一樣是可以什麼? 存取我們的這個 NAS服務的這個 操作 然後最後一個是 信號 然後後面是什麼?DENY 意思就是說除了上述兩個之外的所有IP,我們都拒絕 它的這個NAS要求 所以這是安全性上很重要的一個設定,如果說你不設定 第三行這個信號,信號,信號,然後呢,DENY 那你就會變成說任何人都可以透過什麼 我只要知道你的這個NAS主機是誰 那我就隨便拆 這個帳號密碼 拆帳號進去 試試看是不是呢這個 可以成功登入 好,所以這個部分呢是 你要去鎖定 這個 除了 區網之外,其他都不能連,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定義 好,設定好之後呢,我們要設定主機的名稱跟IP的對應關係 所以在這個 ETC底下,YPSERVER.CONFIG檔 我們剛剛已經做了一些設定 但是因為我們每一台主機都有HOST NAME還有DOMAIN NAME 所以他 我們在 設定的時候就不需要再去 DNS SERVER上去做設定 那至於什麼叫DNS SERVER,我們往後的影片裡面會講 好,所以 NAS使用到很多主機名稱 那 網路連線的是透過IP 所以呢 你要 先把它設定好 因為沒有DNS在回應,所以你要在HOST 裡面 先把相關的名字跟IP先對應好 不然你的NAS服務是沒辦法連線成功的 好,那我們 我們要怎麼樣去設定這個設定檔呢 我們只要開啟 這個ETC底下的HOST 然後呢,我們這上面本來是LOCAL HOST 把它改成你要的名字 所以 在這邊的例子,我們SERVER的部分呢,是TRIPLEW.H304LAB.ASIA.ED.TW 所以我就這樣改 好,那是98.1.98的主機 那另外呢,兩台是KNAI端吼,我們用來模擬KNAI端一個就是 1.1.154跟 1.155 這兩個分別是Mail Server跟FTP Server 所以呢,後面DOMAIN NAME 都是一樣的,只有前面的HOST NAME 主機名字呢,是不太一樣 就這樣 再來就是 啟動跟觀察 相關的這個服務呢,是否順利起用 那我們要去這個 SYS Configure底下的YPP SSWDD呢,去 設定一下他的這個固定的POR 以讓這個有意思要修改帳號密碼的 改密碼的可以透過這個指令進行管理 那他需要一個特定POR,那我們給他的是1012 好,那 相關的設定,設定完之後呢,我們 還是一樣,要去注意到防火牆跟Secureness的設定 所以這邊呢 111POR,我們在之前已經講過,我們就不再講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啟動START 這個YPSERV 主機的 伺服器的部分 然後呢,我們希望開機他就自動啟動,那我們就是加個Enable YPSERV 好,那再來呢就是 啟用什麼YPPASSWDD的方式呢,來進行什麼修改密碼的這個程序 以背 這個 C9端有人需要做這件事的時候,可以去接收指令 好,再來呢,這三個防火牆的部分,我們一樣要放行1011 跟1012 那TCP的這個設定 讓他呢,在防火牆設定上面 是放行的,那記得改完之後,要做什麼RELOAD SUDO Firewall CMD呢,減減 RELOAD 重新載入 才可以套用剛剛所設定的規則 再來看一下SERVER端的YP CONFIG,什麼設定 那各位可以看到 你打開大概全部都是註解掉的 值的這個介紹 那你只要在這個YP CONFIG最下方加入一個DOMAIN 那DOMAIN是代表 這個 參數是什麼 後面是他的值 所以我們就是 H304. H304.LAB.ASIA.ED.TW 好,那SERVER端的部分呢,就變成是 TRIPLEW. 因為我們剛剛講 我們要把這個 NIS SERVER呢,是加在這個 0.98這台主機 所以呢,我們就把他的這個 主機名字就變成什麼 TRIPLEW.H304.LAB.ASIA.ED.TW 所以我們把這個0.98這台主機當作SERVER 好,那為了方便測試呢 我們新增三個使用者 那我們同時呢 給定他這個使用者ID 所以我們再新增的是SUD USER AD 然後-U就是給他這個USER ID 假設呢 我們從2001開始 那在這邊呢 我講一下我的模擬情境 這台呢是KNIGHT端 各位KNIGHT的IP是 1.1.155 那這一台呢 是 1.1.154 所以這兩台呢 都是拿來當KNIGHT的 那.1.98 是當作SERVER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三台裡面的帳號分佈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台的這個 PASSWORD 我們用CAT ETC底下的 OK 這三個呢是我們在模擬的時候所新增的 那這個呢是 這個之前練習的時候 新增的這個使用者 假設我們在這邊新增了這個PUMA 還有一個是KIRORO 然後一個是LUFI 我們來確認一下這兩個KNIGHT端上面都沒有這三個帳號 等一下我們會從這個KNIGHT端呢去LOG IN系統 在 KNIGHT端不存在帳號的時候他會去問NAS7 然後問到成功之後他可以登入系統 好,那一樣的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就只有到 1003 沒有2001的這些PUMA 或者是LUFI的設定 一樣的我們看一下這邊 這邊一樣是1003 1002 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他也是沒有這個 我們剛剛2001的這三個的倉號 好,所以呢我們在模擬的時候呢 各位可以見三個使用者 那這三個使用者呢分別要給他密碼 各位可以用這種 SUDO PASSWORD的方式 去修改 去給定這三個的密碼 好,這邊要特別說明一下 那你設定完帳號之後呢 這邊呢你要去 這個指定一下 他的這個 NS server的 指定 因為他除了設定主要的server之外 還要設定什麼 還要設定他的這個 Slave 所以你就是 下SUDO 斜線user 底下的lib64 底下的 YP底下的YP initial 然後-m是代表master 你要主要伺服器的部分 好,那我們剛剛那個指令我們來操作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在 Server端 那我們要下這個指令 SUDO 斜線user底下的 LIB64 斜線YP 底下的 在斜線YP INIT 然後呢 -m 好,那他這邊會停在這裡 他會問你說你的 其他的這個host在哪裡 哪一個Slave的 NAS服務 那如果沒有的話你就按Ctrl D Ctrl D 那目前我們在練習的時候只有一台NAS server 所以他就會出現 抓到那一台 那就按Ctrl D 然後呢按yes 就可以了 好,當然這些 你要執行這個指令之前 我們等一下要介紹一些 細緻的設定 那 設定完之後呢 才可以 執行這個 因為你的 你的這個NAS 好,那 Server端的這個 NAS的這些相關設定呢 除了剛剛的設定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SecureNAS的設定 所以你要setbool 針對NAS enable的部分把它設定成on 好,另外一個是domain 這個有底線 Domain底線 can 底線 MMAP files 也是要把它設定成on 好,這是secureNAS的部分 去設定它 好,那以上設定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現在看一下 Knight端的設定 要做什麼樣的一個 修正 好,那在 Knight端的部分呢 他需要的軟體呢 就是 YP bind 好,還有RPC bind 跟這個 ODD job Mac home directory 這個呢 是用來說 假設我在Knight端去登入NAS server Knight端登入NAS server 那登入之後我要不要在這個Knight端呢 建立一個 加目錄 要不要建立一個加目錄 好,如果要的話 那你就可以做這樣的一個設定 好,所以 這是安裝軟體的部分 好,那 RPC bind如果你的主機有了 他就不會再重裝 好,那接下來呢就是 設定一下Knight端的這個YP Domain Name的部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NAS Knight的設定這邊 針對YP Domain Name的 這個設定 好,那你 直接在Knight端 打YP Domain Name 好,那如果出來的名字 跟你現在的Domain Name是不一樣的 那你就要去設定它 那設定法呢很簡單 他就是SUD Domain Name 然後呢後面呢 接指令是YP Domain Name YP Domain Name 然後後面是你的這個Domain Name的 名字 好,那設定完之後你再打一次 是YP Domain Name 好,你就可以看到是不是有修改成功 好,那另外一個呢是NAS Domain的設定 好,那我們要進入 ETC底下的Sys Config 底下的Network 好,那你打開之後呢 好,去修改它好 那這裡面如果是空的你就加入Domain Name 好,是這個H304 Lab 注意好,這個是我的例子 所以同學要看看你們 自己 好,同學之間在測試的時候用的Domain Name是什麼 要記得去修改它 好,再來是NAS Domain的部分 好,那你就設定好,比如說 H304 Lab H304 Lab Asia的EDU.TW 好,針對 ETC底下的Sys Config的Network 做設定 好,那除此之外呢,還有一個 比較重要的,在Connecton比較重要的就是 在這個 ETC底下的YP.Config檔 好,那打開的話你會發現 就只有一堆介紹,沒有任何的 參數設定 所以你就在指令的 在這個設定檔的最下方 我加入Domain 然後呢 是H304 Lab.Asia.EDU.TW 然後後面呢,有一個SERVER SERVER的部分,你就要去指定我們的SERVER是TRIPLEW.H304 Lab.Asia.EDU.TW 或者是,你給定IP 就是後面的地方,你可以給定IP 好,再來呢,就是 你要去 設定 在這個Connect端,我以後的驗證方式呢,是透過 這個 NIS服務,所以你要用SUDO 然後呢,AUTH 代表Ethnication SELECT,就是你要使用哪一種登入的協定 好,那你要選定NIS的這個 服務 然後呢 FORCE,就是強制使用 所以 他跑完之後呢,他就告訴你說 你要確認 NIS服務呢,是有被啟用的 好,那除此之外呢,我們一樣要去hosts 的 設定呢 去把它改一下 每一台 那一端的 目前的名字 要跟這個SERVER不一樣 但是呢,大家都是在同一個網域底下 所以 比如說我的154這一台呢 154這一台,我叫 mail.h304.label.asia.edu.tw 然後呢,155那一台叫 ftp.h304.label.asia.edu.tw 那各位呢,可以用 sudo hostname control 來查看你目前的 hostname是什麼 好,那如果說你查出來的hostname是local host.local domain的話 那他跟,我們希望他名字叫做mail 然後網域名是 h304.label.asia.edu.tw 不一樣的話 那我們怎麼去改呢 那各位可以使用這個指令 sudo 然後呢 nmtui這個指令 那你執行起來之後呢,他有三個選項 那你就選這個 set system 點 set system hostname這個部分 好,那你選他之後 接下來呢,他就會讓你輸入新的 這個hostname 好,那你在這邊輸入完之後呢 按tab去跳啦 TAB鍵,按TAB鍵他就可以跳到OK這邊來 好,那OK之後呢,按空白鍵他就可以 套用 套用完之後就回到這邊說你已經設定成功 然後你再回到上一層這邊 移動到 quit 然後呢,再用TAB跳到這個OK 好,那就離開 這時候呢,離開之後你就可以再打一次hostname 看看你的名字有沒有改 這邊打錯了 出來應該是 ftp h304.label.asia.edu.tw 這個圖沒有改到 好,那你這樣子改完之後還是沒有 整個套用進去 那你要整個套用進去的做法呢 就是下底下這一行指令 sudo system control 然後呢,restart system d 然後呢,減號 hostname d 那 再套用這個,重新啟用這個 服務的時候呢,他才會真正的把你的hostname hostname 把它套用進去 假設呢,你不下這一行指令的話,那你怎麼做呢 你可能要手動去改hostname hostname的這個 設定檔 除此之外呢,你改完之後要重新啟動系統 就reboot 這樣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現在的 操作模式呢,是你去修改,但是你不需要重新啟動 系統 再來我們看一下,在 設定完之後呢,那我們在 設定的時候也可以加入最後一個參數 我們剛剛講說 AUTH select 我們可以enable future with s什麼 mk make home directory 也就是說 我剛才端去 通過nis 的驗證呢 如果說在本地端沒有這個 帳號 那我就建立一個目錄出來 就是 with home diretory的這個參數的設定 那他可以幫你 在可耐端 他可以幫你在可耐端建立一個 加目錄 好 那一樣的你在下方要 啟用什麼enable ODD jobd Service 把它啟動起來 那底下呢 這個 一樣的在可耐端 可耐端的部分你的 secureness的設定 要去設定他 setbool -p -nis enable on 然後第二個呢是 system control enable 然後你把rpcbind ypbind nis domain name 還有 ODD jobd 這幾個呢都 啟動而且是什麼 把它寫到這個 開機自動執行的一個 服務裡面去 讓他可以 開機就自動執行 好那經過這樣子設定完之後呢 基本上就大致完成了 那你可以試一下 看要怎麼樣的來 登入 那我們來試試看 好這個呢是server端 那我們已經設定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clite端 假設呢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說這台沒有魯夫對不對 好這台 沒有魯夫那我要魯夫登錄的話 所以我就 SU對不對 然後 Luffy 他就問密碼 所以當初你在server端上建立的這個 帳號呢 是 有Luffy 這台本地端沒有 Luffy 好那當初的密碼是 輸入完之後呢他成功 各位有看到他出現的樣子是像這樣子 他並沒有建立加目錄 所以他並沒有一個 完整的一個 目錄的這個 使用者資訊在這邊 好那另外一個這邊好我們看一下 假設呢我們在這邊好要 登錄一個帳號叫做我們要切換成 這邊也沒有 Kiloro啦 這邊我們看一下 帳號 Jason Hero 然後呢這個 Tiffany 但是沒有一個叫做 Kiloro 那我們就 SU Kiloro 好那他就會建立一個 Kiloro的 加目錄 那我們切換到 好 好那這邊 各位可以看到建立一個Kiloro的目錄對不對 建立一個Kiloro的目錄 所以這邊代表什麼 這邊代表了我 在這個部分呢 因為呢我剛剛 有在 參數裡面 這個是為了要讓各位看一個差別 左邊這個是server 那這個呢是我沒有設定 Home Directory的部分 那這個是有 有設定 所以當我有設定這樣子 With make home directory的話 那你在 使用的時候 他就會出現這樣的一個 帳號 他的帳號對應到的目錄 OK 所以 你會發現喔我們在 ETC底下的 Pathwall沒有Kiloro 也沒有 撲碼 但是呢因為我透過 NIS服務呢我會在這邊建立帳號密碼 所以往後呢 我只要登錄的時候我都是透過什麼 我都是透過他的驗證在進來 可以去切換啦 所以各位在遠端登錄的時候 就可以利用 NS服務的方式 來進行這個 服務 所以各位在驗證的時候就是 你的server run起來了 然後你用肯耐端 去登錄一個在 本地端沒有的帳號 這個帳號呢是透過NS來驗證 所以你要在 NS server上有帳號的 可以成功登錄的話 才是完成NS服務的設定 好以上提供給 各位參考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